老闆无缘无故解雇我 又不给我资钱费 难道我只能忍气吞声吗 再无问题无法解决 银行又要对我强制执行 生活要怎么过下去 我爸爸被车撞了 人躺在医院离婚迷不醒 对方耍赖不赔钱 我该怎么办 警察先生 我没有卖毒品 我是冤枉的 我可以找律师帮我吗 我被老公打 我想要跟他离婚 又没有钱请律师 要怎么办 只要您有法律问题 就让法律辅助基金会 来帮助您 欢迎收听 空大桥 法律你和我 法律辅助来帮忙 弱势族群 没烦恼 好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再度收听 每周二和法律辅助基金会 合作的主题单元 法律你和我 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法服会的 法务处的 央启红杨律师 这是第二次来上节目了 今天要跟大家来谈 法律非常基本的一块 其实是好大一块 就是民事诉讼的 基本程序跟观念 谈到民事诉讼 我想很多人 大概不太想碰民事 可是他总比形式 听起来要让人觉得 还好没有发生什么 流血啊 死人的事情 我们 那个 杨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 来录制这个节目 那我们今天谈的是 民事诉讼程序 那其实只要谈到诉讼 不管是民事还是行事呢 它都是一个时间 劳力 费用的付出的过程 所以 虽然法律是解决 纷争一个最后一道防线 但是呢 其实立法者当初 在制定法律的时候 除了诉讼以外 也设计了其他诉讼以外 纷争解决的方式 那我们今天都会 跟诉讼程序一起 跟大家做一个 简要的说明 当然没有人喜欢打官司 可是碰到民事 总比碰到刑事好 而且民事好像 大部分是 这个采取主动的方式嘛 对不对 就是如果 除非你被告啦 所以 民事以这个纵谈 我们整体的民事诉讼程序 跟刑事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民事诉讼程序里面呢 它更强调的是 当事人的 作为一个主体的权利 因为在刑事的程序里面 基本上是有犯罪的发生 那这时候国家会介入的比较深 因为国家呢 有这个预防犯罪 跟惩治犯罪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但是在民事诉讼程序 因为它基本上是司法关系 司法关系就是 私人间的法律关系 那要不要发动诉讼 或是说要藉由诉讼以外的 其他制度来解决 之间 私人之间的纷争呢 国家把这个主痛权交回到私人之间 也就是交给人民 所以在民事诉讼程序上 通常比较弹性 然后在当事人的这个可以决定的范围跟空间 也比较大一点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我们以最常发生的这个车祸案件好了 因为人走在路上都可能被车撞 那以车祸事件来讲 在民事这整个程序要怎么跑呢 是的 在车祸案件以我们法服会每天处理到的电话法律咨询 或辅助的个案呢 算是非常常见的案例 车祸的发生呢 往往不是当事人所可以预料的 可是它却天天的发生在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那当车祸发生遇到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第一步就是先保全证据 也就是大家所常提到的 不要任意移动造势的位置 不要任意移动车辆 要等到警察来做了一个详细的记录之后呢 然后再开始移动 那当然前提是如果说 没有人有严重受伤的时候是这样子 如果严重受伤的话 在保全程序的前一步应该要先就是以救治伤者为必要 那车祸呢 这样的事件其实在民事诉讼法里面规定是强制调解案件 在民事诉讼法403条有明文规定 那我们先简单讲一下诉讼程序好了 如果强制调解这部分没有很遗憾的没有达成调解成立的话 那进入了诉讼呢我们以车祸为例 他就会先经过准备程序跟言辞辩论程序 那在诉讼程序里面准备程序就很像一个厨师 你要做在前你要先把食材买齐 然后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 有比如说生鲜类的然后有蔬菜类的等等都准备好之后 那进入了言辞辩论程序才是真正的开始就是料理的开始 那举这样的例子就是可以让大家来想象一下 当一个车祸发生的时候 到底发生的人事实地物 那到底有没有人受伤 那受伤的损害范围是多少 都在准备的程序先要做一个增点整理 增点整理也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说的 就像厨师把今天需要的食材全部都准备好 所以呢法官就会先厘清 这个车祸案件的人事实地物 那有没有人受伤啊 或是说关于受伤的情况 有没有人有增值做一个准备 那都厘清好这个案件要去调查的重点 就是增点的时候呢 再去进行调查证据的程序 就像车祸案件里面很常就是会 调阅监视录影器啦 或是看有没有募集证人 那把这些调查的素材呢 都调到法院来观看 然后或是询问证人之后呢 再让双方去针对这些调查证据的资料 去表示意见 然后都表示完之后呢 我们的案件就会进入延迟辩论程序了 那通常一个案件进入延迟辩论程序之后 他就准备要进入这个案件的后端了 那当我们把这些食材都准备好 开始这些程序参与的人 不管是原告被告双方的律师还有法官 就会将先前已经准备的这一些素材 做一个综合的辩论 那比如说针对之前监视录影器的画面 那里面的什么时间点出现哪些人 那车数当时预估是多少 那撞击的力道还有整个造势的周遭的环境 光线等等的都会做一个综合的辩论 那辩论完之后呢 法官他就会裁定一个他认为可以宣判的日期 那如果说有一个特殊情况是说 当法官已经指定一个宣判日期之后呢 但他后来在撰写判决书的时候 觉得有部分的素材或是有部分的争点没有调查清楚 这时候他可能会再开回到准备程序 再来调查证据或是再开辩论再回到辩论程序 再给双方一个综合表示意见的机会 那这就是整个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流程 那当然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很清楚 我们民事诉讼还基本上分为一审二审三审 但不管是哪一个省级呢 他基本上的这个进行的流程大概是 会分为准备程序跟辩论程序 是好 一审二审三审什么样的案件会到三审 因为我们常常在社会新闻里面看到很多就一审定验 二审定验 那不会到三审 所以这个要按照严重程度或者是金额大小吗 是的 我们现在民事诉讼法规定呢 要诉讼标的金额超过150万以上的案件 才可以上诉到三审 那因为三审呢 他其实相较于一二审是一个更特殊的程序 第一个他只审法律 也就是他回头看三审的法官呢 会回头看一二审的法官 适用法律的部分有没有错误 而事实认定的部分就不在三审的审着范围 因为事实的部分经过一二审的一个调查之后 应该是都很清楚了 那除非说事实上或证据上有误认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再审程序在处理的部分 那三审程序呢 他就专注在回头看一二审的法官 适用法律有没有错误 所以他是限制在金额比较高 也就是诉讼标的在150万以上的案件 才可以进到三审 是一审二审三审 我们如果自己打民宿或者是你被告的话 那通常你诉讼费 那是不是也牵涉到你要求赔偿的金额 那诉讼费就会跟着多少呢 我们现在说的诉讼标的的金额 主要是针对在说你请求的金额 比如说你买卖一个机器 你卖一个机器给买家 那那个买家针对这个机器的付款价金是多少钱 这就是我们买卖契约的诉讼标的金额 那至于你因为这个诉讼花费的其他 比如说裁判费律师费等等 那个其实是不能算进诉讼标的的金额 所以如果要上诉三审的案件的话 必须你依据比如说买卖契约 或是依据借费契约等等你请求金额是超过150万以上的 的这种比较算是相对重大的案件呢 才会进入三审 好 其实打官司我们都知道旷日费时 那也常常听闻有朋友打官司倾家荡产 那所以刚才会问到费用的问题 当然如果你要请大律师 那就是你心甘情愿啦 那也可以 如果是符合我们法服的标准 其实是可以来申请法律辅助的 那但是时间上的问题就要看案件的大小 跟复杂的程度对不对 通常一个审级 比如说从一审二审 甚至到三审 这个时间大概平均多久 以我们的经验来说呢 一般 就是说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个 民事诉讼案件呢 在一审大概平均的时间也要八个月 才能获得一个判决 那当然如果案情更复杂 或是说需要调查证据的情况更特殊的话 它就会更久 那二审大概也是一样 不过因为二审程序通常有一审的一个 基本事实的整理过后了 通常它的时间点 理论上会比一审来得更短一点 但是如果说到了二审才有 双方又发现更多的相关未调查的事实的话 那可能耗费的这个程序能量 有时候也不亚于一审 那来到三审的话 通常因为三审只审法律审 所以针对 因为通常诉讼程序里面呢 就会花费时间 劳力费用还是在调查程序的部分 那如果来到三审 已经没有事实的一个调查 只钻就法律的部分的话 那通常三审的这个审理时间 是比一二审来得更短这样子 所以 刚刚杨律师从头到尾都在强调一件事情 那就是证据证据 我们要看证据来打官司 因为就算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可是你拿不出证据还是白说嘛 所以其实在提起诉讼之前 这个保全证据 甚至你收集了多少 对于你有利的资讯就很重要了 对不对 没有错 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呢 这个保全证据的一个案件 以我们车祸事故为例 就像是现在大家都很流行 装设这个行车记录器 那当车祸事件发生的时候 在行车记录器 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保全 那包括远景到现场绘制的现场草图 道路交通事故初判表 这些等等都是很重要的证据 那如果说在车祸案件发生之后呢 例如路口的这些监视录影器 也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那民众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 一定要记得把握时效性 先去把将来可能会用到的证据呢 都先保存下来 这就是我们的 关于证据保全的一个重要性 但是在这边呢 也要跟 既然我们谈到民事诉讼 也要跟民众再谈到另外一个 一般我们民事诉讼上面讲的 叫做保全程序呢 它的意义 其实跟我们的保全证据 还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保全证据的部分 是针对证据的范围去做保全 但是呢 我们一般所讲的保全程序 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 假扣押、假处分 跟定暂时状态假处分呢 它的目的跟保全证据 是有些微的不同 那我们现在呢 如果譬如说 先来谈谈假扣押 什么是假扣押呢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一些保全程序 它的目的都是针对说 如果民众你提起的诉讼 你一定是想要实现 你某一样的一个权利 但是呢 这些诉讼程序又旷日费时 那会不会在你起诉之后 法院还在审理 还在认定事实的时候呢 你找到东西就不见了 对 就有人去做隐匿财产 或恶意的脱产 那变成到最后诉讼 都已经好不容易告赢了 花费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很多人 房子已经被开卖了 对 那房子它已经移转到别人的手上 那你虽然是胜诉者 可是他现在名下等于 没有任何财产可以给你执行 那这样不是白忙一场吗 所以呢 法律上就有这样一个 民似输用法就有假扣押 假储分跟定暂时状态 假储分的设计 是 所以我们什么样的状况 可以就是执行自己的权利 就是 先预先把这个对方的财产 或者是 你预定的这个 要打官司的目标 标地物先把假扣押 下来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是可以申请假扣押的 是 所以在这边就是我们也顺 顺道的就是提醒 起诉实现我们的权利固然很重要 可是在起诉前呢 这些保全程序也是非常重要 有时候在一些情况下 要记得去申请假扣押 那假扣押呢 就是针对我们金钱的请求 或是可以意为金钱请求的 一个暂时执行 这边的假的意思 并不是真假的意思 这边假其实是暂时的意思 所以是暂时扣押对方的财产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 那可以暂时扣押对方的财产呢 譬如说你依据借贷契约 你的债务人 他就是有金钱款项还没还你 那譬如说依据买卖契约 其实买售人呢 针对买卖家金都还没给付 或是甚至我们刚提到的车祸案件 当你今天是被害人 那你被撞到之后 你对他其实是有一个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但是呢 对方却避不见面 那也不出来谈赔偿 这时候就要注意了 是不是先去查对方的财产状况 然后来申请假扣押 那假扣押呢 他其实在法院上他的认定 并没有向实质进入案件的出送里面 认定那么严格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具体的提出 他确实在几点几分 然后撞到你 然后当时的所有鉴定资料 其实这部分这是证明的问题 但是其实在假扣押程序 他只要求你只要市民就好了 比如说你有车祸案件里面 你有警局的报案单 那也有警局的一个笔录 那虽然还有一些 事实争点还没厘清之前 你也可以先依据现有的这些证据资料 直接跟法院去申请假扣押 那讲到假扣押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来谈谈说假处分 假处分呢 他就是相对来说 他就是处理一个 不是以金钱请求为前提的一个请求权 他处理的是你为了要保全这个 金钱以外的强制执行 例如说像如果我们订立一个房屋的买卖契约 但是如果对方订阅后又反悔 那他可能又想要将房屋一物二卖 卖给其他人 那这时候你为了要阻止他 在这个你们买卖契约呢 法院判决确定我们是胜诉之前 他就把房屋所有权移转给其他人之前了 你就可以跟法院申请说 在这个买卖契约的案件还没确定之前 先禁止债务人随意的去处分这个房子 以免呢在诉讼进行当中 好不容易我们最后获得胜诉了 才发现他早就在案件判决之前 就已经将所有权移转给第三人了 那最后我们再提一下 这个民事自动第三种 定暂时状态甲处分 他会需要定暂时状态通常是 这个争议的法律关系是一个继续性的 例如说我们在民法里面有规定 带地通行权 如果你的土地是在所处的位置 是在一个比较特殊的 被其他人的土地包围起来的情况下 那为了让你的土地呢 有一定的经济使用价值 其实你是可以主张一个通行权 通行其他人的土地到达连外道路的 那如果针对这个带地通行权 到底成不成立 你林地的所有人跟你有一些争议 你认为可以通行 他认为不能通行 那双方把这个法律争议 拿到法官面前审理的时候 可是你每天可能要进入这个土地去做耕作 那当法院还没判决之前 你就完全不能通行吗 那可能也已经事实上 已经影响到这个土地的一个经济使用价值 那在这时候呢 其实在法院还没就带地通行权 是不是成立判决之前呢 就可以先申请 那我定暂时状态 先让我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通行 那这些保全程序 他不外乎就是也考量到说 诉讼程序非常的矿日费时 那有些争议你等到判决确定之后 在实际上去执行 那早就已经 就是说实不我语 或是说那个实意已经不大了 所以保全程序 算是搭配着主要的诉讼程序 所做的一个便利人民先行 保全自己权利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重要程序 是 不管有没有打赢 不管有没有把握 先把东西先扣押下来再说 对不对 对 但这边呢也要提醒一下民众 如果我们是 比如说恶意的去扣押别人的财产 但其实我们法律上没有道理的话呢 那这时候法院为了要做一个平衡 其实法律也有设定说 当你要 当比如说法官认为你的市民不足 那你的理由可能不是那么充分 那为了避免你去侵害别人使用财产权利呢 他会请你先供担保 就是说你要提出 譬如说假设你请求300万好了 那可能这时候法院裁定认为说 那你至少先拿出100万的担保 你要去扣别人300万的财产OK 那你先拿出100万的担保说 你这样的一个扣押是法律上有理由的 那我最后审理出来 我发现对你真的是有理由的 好OK那我这100万的担保金 对就还你 那但是如果我后来审查出来 发现其实你这300万是完全没有理由 我去捏造一个假债权乱扣别人财产的话 那这100万可能是要被没收 或是作为这个被扣押人的 之后的一个损害赔偿的 好 所以要先扣别人 先奠定自己 先要刮别人胡子 先看一下自己胡子 有没有刮干净 是不是 是的 那其实法律的制度的设计 不外乎呢 都是在平衡双方当事人各自的权利 对你债权人虽然有去 先保全自己未来债权的一个权利 但是其实债务人也不能平白的被欺负 如果今天他真的是欠你款项 不还 那当然他是要还你 然后财产被扣也是应该的 可是如果呢 他没有欠你款项 或是中间有些误会了 或是甚至是债权人 故意恶意的去捏造假债权 这样的事实 其实现在的社会也很常发生 就是像现在诈骗集团横行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当然要给诈骗集团的人一些制约 或是说一些惩罚 所以这些公担保的这些制度 也就是这样因因而生 好我们在谈到支付命令之前 其实打官司谁都不愿意 因为真的是花钱 然后花时间 甚至还非常的伤神 那一打打个这个实际二十年 像这样很冗长的官司实有所闻 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就不要诉诸条文了 因为条文冷冰冰的 我们先来讲人情 因为法不外乎人情嘛 情理法 情是法第一位耶 然后情讲完了来讲道理嘛 最后再来看条文是怎么写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先调解呢 是的 关于调和解的程序呢 我们其实法院是越来越注重了 因为依我们的实物经验 其实都会发现说 以诉讼程序来解决分争 固然是可能效力最强 可是他通常是效力最强 但效率最差 那另外是 纵使有时候分争已经经由一个判断了 但是双 当事人双方呢 或许是亲人 或许是家人 或许是朋友 经由这样诉讼程序的结束之后 其实他们之前的关系也已经被撕裂的 就是说损伤很严重 所以呢 现在法院非常注重的调和解程序 像和解的部分是 我们民事诉讼法有规定 无论诉讼进行的程度为和 只要双方有调解的 和解的意愿 其实法院都应该云语的实行和解 那在法律上 其实使用更多的是调解程序 例如我们的民事诉讼法有针对403条 有针对有几样的一个事件 认为是应该要先经调解 然后如果调解真的不成再来做审理 通常会是一个解决分争最有效的方式 例如说不动产因为相邻关系发生争执 或是说共有人之间因为共有物的管理 处分分割 那或是说我们现在公寓大厦 建筑物区分所有人 大家之间因为建筑物的一些公共的部分 共同管理的部分也发生争执 这些因为大家生活关系都非常紧密 你一下把这些生活关系紧密的一个法律争议 拿到法院上马上进行那种对立性很强的一个诉讼的时候 通常是不利来解决这个纷争的 那另外像我们最常见的道路交通事故 也就是车祸案件或医疗纠纷 这样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案件类型 也通常认为要有一些先行的一个调解程序 那非常有助于之后纷争的一个整理跟解决 其实坦白说法院会在扩张这些调和解程序 也是发现说 有一些案件是日常生活每天都会发生 那但是如果每个案件都送入法院的话 不管对法院的负担 对当事人之间的负担 也都是非常的不经济的 所以针对我刚刚说的 包括不动产的纷争 道路交通事故 医疗纠纷 配偶 亲属间因为财产权发生的增值 或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金额如果在50万以下的这些检疫案件 在我们403条有规定 都要先行调解 也就是我们的强制调解事件 强制 那这个强制力有多强 万一两个人真的就是闹翻了 为了这个我们还听闻那种很小很小的事情 然后可是呢 这个不管是亲人也好 邻居也好 或朋友也好 就是闹翻了 闹僵了 那他们那个已经生死不相见了 或者是即使见面也都是臭脸了 这个强制调解的效力有多强 法官可以命令他们 你们两个都给我过来 有这个强制力吗 这个强制调解的效力主要发生在程序 也就是说 当然调解就是双方各退一步 然后呢 能够就是各让一步 然后有达成如何解决这个事情的一个共识 那所谓强制并不是说他们来调解 就一定要成立他们的共识 而是说 好在进入诉讼之前我规定你 你们至少先来谈一次 调解至少一定要到 那如果调解没有到之前 我这个案件不会进入诉讼的实质审理 那当然强制调解有他的例外 例如说 如果已经来过一次 那 就是说调解委员或法官认为说 双方其实根本不可能调解 或调解险无成立之望者 那为了不要过度的去拖延双方的时间 其实这时候就依据我们 民事诉讼法406条的规定 他就会进入说 那认为这个调解的申请 其实是浪费时间 那如果当事人来申请的话 我们就会裁定驳回 但是这个前提 所谓调解险无成立之望者 也是要至少要先经过一次的调解 那另外是说 如果你已经经过 比如说劳资纠纷的案件 你已经经过劳工局那边的调解 那已经双方也已经谈过 那就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那这时候呢 法院也不会再浪费时间 可能就直接让这个案件 直接进入案件的审理程序了 是 所以只是强制你们 一定要进行一次的调解 但是并没有强制 你们两个一定要和好 对 没有错 就是至少一次啊 那在我们实务上案件来说 像车祸案件很常都是这样子 撞到人的人 他要赔偿 那被撞到的人 他要接受赔偿 这个双方没有争议 可是针对金额就会有争议的 譬如说我被撞到人 我会觉得说 我的医疗费用 我的车损费用 那我的工作收入损失 还有我的精神卫福金 你让我这 这个这一两个月 因为伤势的部分 没办法正常行走 没办法 像我以往那么方便的生活 那我精神卫福金 我要三百万 可能 想要拿赔偿的人 或是说被害人 他当然希望金额越高越好 因为他觉得他这一两个月过得实在非常痛苦 可是相对的呢 撞到人会觉得 就是一个小插伤而已啊 那你就经过了 就是去医院个三四次 其实就已经几乎 几乎康复了 那你跟我说 你的精神卫福金 或你的医疗费用那么高 怎么可能 所以在双方金额 他就会有一个落差 想赔偿的人想要赔低一点 那接受赔偿的人想要赔多一点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调解的一个进行 就会非常的需要经验跟技巧 可能调解委员就是说 那你这边再退一点嘛 你这边再降低一点 那边再拉高一点 双方就有共识了 那有时候谈一次两次三次没有成 可是有时候 呃双方回头再想想 然后再评估一下 之后诉讼的成本那么高昂 可能双方就会 呃 经过 对或是说经过时间的一个 呃 经过呢 他们就是 慢慢的 对在互相妥协 或是互相的去做沟通跟了解 有时候退一步想一想 怎么样才是对双方最有利 然后最划算的一个解决方式 这当呃 然后可以再找一些专业的人士 像律师或是法服务的机构 去做一个充分的讨论 再选择一条 对自己是最聪明 然后最有效率的方式 去解决大家生活上 遇到的法律上的争议 嗯 好 情理法 所以法是最后一步嘛 对不对 是的 那如果真的需要使用到法律的时候 不要忘记法 对 若是的民众也不要忘记 有法服这样的资源 呃 就是来做为你们就是的一个 最后 对最后的支持 是 那如果呃 像我们现在法服也开办了 电话法律咨询专线 那这部分就呃 不会去审酌之力 只要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打 专线4128518 来询问相关的法律问题 那也呃 作为一个就面对法律正义的第一步的 一个方向的厘清 这样的一个资源 大家也欢迎大家多多使用 是 今天非常谢谢杨奇红 杨律师 杨律师辛苦了 谢谢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本节目是由国立空中大学及财团法人法律辅助基金会联合制作 法律辅助基金会是由司法院捐助成立 在全国设有多个分会 专门为弱势民众提供法律协助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 欢迎拨打法福会全国法律咨询预约专线 法福全国七码专线4128518412帮我一把